第二章 空谷狼嚎 日光穿过林叶烧头 映得寸草鲜华 令人身心都舒畅了起来 惊天明照着李大婶指示的方向 信步而行 来到静博湖半 就看到湖水像是一面 装着天空的镜子一般 在他眼前悠悠横躺 清晨尚未散尽的雾气 恰似一抹淡淡白粉 扑在美人的脸颊上 百合 韶药 花忍 瑞香 以及许许多多 惊天明叫不出名字的花朵 在湖边的青草地上 悄悄盛开 在这明洁如泪的净水边 柔若飞沙的薄雾中 一名少女花间跪坐 围侧脸颊好让湖水映出她的容貌 但见水中女子绣发如断 一双雪白玉手正梳理着长长黑发 随着她法丝飘扬 原本像镜子一般的湖水 也因为她的美丽而战斗出 一阵又一阵的涟漪 不知是因为这片静波湖太动人 还是眼前这个少女太过美丽 惊天明待在原地作声不得 连湖水浸湿了她靴子都没发现 一时间还真以为自己看到了仙女啊 那少女浑然没发现附近有人 依然自得地梳完了头发 脱下鞋袜 开始用脚尖顽皮的清点水面 还伴随着银铃般的笑声 那声音让惊天明回过神来 她揉揉眼睛这才发现 眼前这个少女明明就是自己 从小认识的阿月啊 惊天明正打算出声叫她 却见高月缓缓撩起裤管 露出一双鲜鲜玉腿 在那匀称雪白的脚踝上 居然有一抹红色的痕迹 像是胎记 又像是贴了一片樱花花瓣 说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这下子 京天明完全看傻了 高月脚上的花瓣虽红 京天明那张脸却长得更红啊 她待了半天 忽然觉得不对 赶紧把头用力撇开 还差点扭到脖子 脑子里头一团混乱 心想 我在这里干嘛 我在这里干嘛 对 我是来叫她回去的 对对对对 想到这里又不敢回头 糊里糊涂的 只是把手背尽量伸出去 往高月的方向拼命猛挥 挥了半天还觉得奇怪 怎么高月一点反应也没有 回头一看 原来高月完全没有发现自己在这 还在撩着裤管踩水玩呢 接着又像是找什么东西似的 东瞧瞧 西望望 京天明看高月那副俏皮的模样 心中还松了一口气 自我安慰到 哎 不就是阿月吗 我紧张什么呀 再看过去 却见高月面色如春 含羞带雀的伸手 解开了身上第一颗扣子 露出了锁骨间那雪白的肌肤 好不要眼 京天明的身体微微一晃 晚遭五雷轰顶似的伸手 扶住旁边那棵大树 眼看高月又要继续解开第二颗扣子 京天明连忙转身 迈开两脚大步而行 走没多久又忽然 蹬的一下停住了脚步 站在原地待了片刻 刷 满脸通红 接着便使出连葛涅都比不上的清空速度 头也不回来奔出这片小树林 这天早上 高月便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 在这片静泊湖里偷偷洗了澡 他和京天明项羽会合之后 三人一起告别这座山中小村 一路上高月和项羽谈谈笑笑 走得好不开心 反观跟在两人后头的京天明 却是一副无精打采 哀声叹气的怪模样 入夜之后 三人在路边停下来休息 高月从项羽的包袱里头 拿出一块大饼 自然而然地往京天明身旁一坐 张开嘴巴正要吃东西 京天明忽然站起身来 坐到项羽身旁去 高月莫名其妙 看了京天明一眼 咬了一口大饼 看看京天明 又咬了一口大饼 这越看越是怀疑 忍不住开口问道 嗯 臭包子 你有事瞒着我 没有啊 你有心事啊 没有啊 那为什么一路上都不大说话 有吗 你为什么老是在发呆 没有啊 吼吼吼 那你现在干嘛脸红 嗯 问 你怎么样了 你说呀 干嘛不讲话呀 明明就有事情瞒着我 不然你干嘛要躲我 你说你说 到底为什么 高月连珠泡斯的问个不停 最后干脆坐到京天明旁边 伸手拉他 京天明被逼急了 突然刷了一下站起身来 脸红脖子 突然说 男女瘦瘦不轻 这就是为什么 高月被莫名其妙 吼了这么一句 老大不爽 正想回嘴 但是在京天明的眼神底下 却不知哪来一阵心跳 自己也脸红起来 尴尬老半天 原本要骂什么 居然全忘了 只好呸一声 说道 有什么稀奇啊 不说就不说嘛 反正 哼 姑娘我也不爱听 两人各自归座 都是捏着手中的大饼出气 竟然是谁也不再抬头了 正所谓当局者民意 旁观者清啊 项羽坐在旁边 看得是明明白白 忍不住扑哧一声 喷了个满嘴 赶紧拿袖子 麻了麻脸 说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这吃太急呛到了 此后往齐国跪临城的路上 京天明便始终跟高月 保持一段距离 高月也依附爱理不理的模样 自顾自地跟项羽嘻笑玩闹 过一个山头 沿途开始出现一些猎户防射 零零落落地散步在树林之间和草地上 奇怪的是 每一户人家皆是人去楼空 却又都留下了一两头牲口 拴在门前 京天明隐隐觉得不妙 忍不住催促另外两个人加快脚步 要知道 对于这些猎户而言 牲畜乃是他们仅有的家产 即便是大难临头了也是要拼命带走的 像这般留下牲口让他们自生自灭 实在是万万不合理呀 偏偏项羽眼看这些空屋的主人 似乎都是不打算回来了 又见一座茅草屋前拴的一头羊特别肥大 也不理会京天明的反对 便静字宰了羊 升起火来 悠哉悠哉地烤起羊腿羊排 京天明眼看项羽高月 瞧着羊油滴在火堆上的那副蝉样 心中觉得好笑 没想到 阵阵浓郁的烤肉香扑鼻而来 肚子里竟然也是咕噜一声 想来是干粮吃得久了 这时候不禁跟着食指大动 他笑笑地坐在项羽山边 抬头望着随风飘向远方的烟尘 提醒两人说道 哎 我看事情真的有些不大对劲 咱们也别呆久 吃过了便赶紧上路吧 高月吞下一大口羊腿肉 哼了一声说道 像小鸟别理他 金天明这个人胆子小 就喜欢捕风捉影 没事瞎说 吃 咱们尽量吃 其实三个人里头明明就数他胆子最小 但他就是偏偏要跟金天明唱反调 高月说着推推向语 却见金天明忽然蹭的一声拔剑在手 说道有东西来了 不远处传来了几声动物的七粒悲鸣 伴随着一阵纷乱的脚步声 三人正觉得惊疑不定 便看见一批大黑狼扑的一声 跳到三人面前露出森森白牙 跟着便是一阵低鸣嘶吼 高月吓得不寒而立 连手上那一块羊腿肉都忘了要放下 金天明却已经跟那批黑狼斗了起来 他连出竖箭想把黑狼从高月身边逼开 那批狼却像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 或疼或跃的闪避来剑 却不敢后退半步 转眼之间又有数十批狼跟着围涌而上 项羽恍然大悟 知道是火堆上的肉香四溢 这才引得狼来啊 当下夺顾高月手上的羊腿 推翻了烤肉架 所有的肉块一一分力向外抛去 狼群顿时一扑而上 抢夺分石 趁此空隙 金天明一把抱起高月 项羽抄起火把 三人奔向附近唯一的一棵矮树 无奈 这棵树生得瘦小 仅仅只能支撑一人的重量 金天明毫不犹豫 抓起高月两手一抛 便将高月抛到树上去 高月在树上抱着树干 放眼望去 顿时吓得是心胆剧烈 但见四面八方 无数黑影宛如滔滔江水而来 眼看三人已是无路可逃 金天明和项羽拿着宝剑 火把在树下越打越辛苦 狼群来得越多 两人能够使力的空间 也就逐渐缩小 他们一边奋战狼群 还得一边小心 别招呼到自己兄弟身上 高月待在树上 浑身发抖 一刻比一刻绝望 眼睁睁看着底下 两人欲血奋战 眼泪便忍不住 扑苏苏的掉了下来 他抬起头来 在一片泪光模糊中 看见四面八方 继续涌来更多狼群 忽然间 一只巨狼赫然出现其中 这批巨狼 以闪电般快捷的速度 东奔西窜 煞时便跑在 众狼群前头 高月眼见着庞然巨狼 四爪翻腾 像是天神恶魔一般的 转眼来到茅草屋前 不禁吓得尖叫出声啊 此时天色向晚 西方的太阳尚未完全落下 东边的月亮却已然升起 火轰的霞光 和冰冷的月光 彼此交融 将一片大地照得透不过气来 那庞然巨狼 跑到一半 听见高月声音 听下脚步回过头来 竟然是一张老人的脸 这巨狼不是一匹狼 而是一个高大的老人 趴在地上以四肢奔行啊 但见他一头花白长发 随风飘散 几缕银然垂落胸前 两眼布满血丝 身上所穿的布衫 早已碎成条状 双手双脚沾满黄土 俨然便是因为四肢 着地奔跑所致 那老人像是野兽一般的 趴在地上 回头看了高月一眼 便转过头去纵身腾月 眨眼之间窜上了屋顶 以狼犬之姿立于高处 脚下是烈烈强风 肩上是十五的明月 浑身上下透出一股票汗之气 神态既是威猛又是疯狂 但那张充满皱纹的脸上 却写满了一个老人 多年来的沧桑与孤寂 老人愣愣望着天上 那轮白玉野似的明月 一行青泪悄然落下 忽然间仰起头来 纵声长笑 原本你抢我夺扰乱不已的狼群 听见这声音纷纷停下动作 举头望月 接着 凄厉的狼嚎声便宛如远方袭来的海浪一般 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过不多时 数千只狼都在那老人的带领下 齐声悲鸣 那狼嚎声煞时掩盖了四方的平野 却掩不住从老人口中所发出的长啸声 显然这老人虽是壮弱野兽 神志失常 却拥有极为雄厚的内力 高月完全不会武功 哪里经得起这声音的催鼻呀 顿时便失去了意识 从树上跌落下来 向羽扔开了手中的宝刀 双手掩耳 一副随时都要昏倒的模样 惊天明瞪着茅草屋顶上的人影 但觉那老人的声音越听越悲 越悲越苦 仿佛站在屋顶上躺泪的不是那老人 而是他自己 不知不觉间 体内真气渐渐鼓荡了起来 他咬紧牙关 暗叫不妙 心知再这么下去 随时都有可能会走火入魔 忽然间 毫无预警的声音消失了 那老人跳下屋顶 四肢并用的窜向远方 大多数的狼群也随之而去 转眼便消失在黑暗之中 惊天明尚未回过神来 猛然听得项羽一声惨叫 转头看去 却是一只大黑狼狠狠咬住了项羽的手臂 惊天明挥剑斩下 那批恶狼顿时伸手衣出 一颗狼头却依旧死咬着项羽的手臂不放 其余的狼见到有猎物受伤 哪肯青年放弃 当下狂兴大发 扑上来便咬 惊天明从地上抓起了项羽的宝刀 一面击退狼群 口中一面狂喊 阿月娜 阿月娜 项羽使尽全身的力气 想要搬开那牢牢盯在自己手臂上的狼头 那狼头却闻风不动 他顾不得自己血流如注 上下左右一番张望 却哪里有高月的影子 惊天明右手长剑削刺 左手宝刀狠批猛砍 口中不断狂喊着高月的名字 项羽此时身受重伤 几乎就是没力气了 口中大喊 别管我了 你快杀出去找高月呀 惊天明哪里肯听 将宝刀硬是塞入项羽手中 扛起了项羽 提气便奔 没跑多久 项羽已然昏厥 但他手臂上顺着抖大狼头 滴下来的鲜血 却引来更多的狼群在后面追赶 惊天明竭力前奔 好不容易跟狼群拉开了一段距离 但他知道狼群长力极佳 只要自己稍有停歇不久 便会被狼群追上 若不先为项羽止血 又恐项羽性命有余 一眼瞧见路旁有棵大树 更不细想 扛着项羽便跳上大树 惊天明伸手去扳那狼嘴 却无论如何扳他不动 正在无可奈何之间 忽见东方路上 一人一马远远奔来 且速度之快 宛若天上流星 转眼便飞窜过 惊天明所待的这棵大树 这一人一马穿过树前 只在刹那之间 惊天明却看出 公身坐在马背上的 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在影穿双侠 身后折衣倒茶 骂自己 毛小子混冲字号的江婆婆 这一人一马奔过了惊天明 却在附近不远处 停了下来 无论江婆婆怎么踢打 底下那匹黑马 都不肯再往前一步 江婆婆无奈 只好任由他调转回头 没想到那黑马 竟朝着惊天明所在之处 又奔了回来 与此同时 原本追着惊天明的狼群 也已感知 那黑马建了狼群 竟是毫不胆怯 似提帆飞直冲而入 江婆婆口中大骂 懒你吧 要不是你多管闲事 会有这些麻烦 刹那间 丑老太婆背也不脱了 眼也不着了 左拿缰绳右举拐杖 真个冻死脱兔 脚健如猴啊 一会儿左 一会儿右 把身体重心 在马背两侧 来回提放 一拐做棒 照着烂泥巴身旁 跑过的狼群 打个不停啊 烂泥巴 似乎深知主人心意 跟着江婆婆的动作 左拐右促 一人一马配合的天衣无缝啊 只见江婆婆一拐一个 一拐一个 棒棒 都将狼头挤得个粉碎 那些恶狼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 便在拐杖底下 摊飞而开 转眼之间 狼只尽数倒地 无一幸免啊 不料天底下竟有如此高人 金天明在树上看得目瞪口呆 方才江婆婆拐杖打出 如今地上躺了十六匹狼 他从头到尾 也只打出了十六计拐杖 却是脸不红气不喘 像个没事的人似的 金天明想开口答谢救命之恩 一时之间 却惊诧得无法言语 那匹黑马 见事情办完了 喷出几口大气 甩甩鬃毛靠近树来 一张口便咬住了金天明的衣服 金天明见那骏马 身上长满了赖子 头大脚短 活脱脱就是一个驴样 却偏偏跟自己十分亲热 不禁脱口说道 哦 原来你叫烂泥巴 这烂泥巴听得金天明 喊他的名字得意非凡 还想跟金天明继续撒娇 却被江婆婆一个暴力 打在码头上 江婆婆对着金天明 劈头问道 徐让人吗 徐让 金天明扬腰头说道 没见到什么徐让 这里只有我跟我这位受伤的兄弟 婆婆 麻烦您将他再走 晚辈还有一个朋友 失陷在狼群里头 我得回去救他呀 江婆婆冷笑一声 说道 猫小子 你当婆婆 是你们家老妈子 说着 一把将两个人 从树上拽下 自己跳下马背 一掌拍在项羽 手臂上那颗狼头 那狼的头盖骨 硬生碎裂 啪 落地 狼头一落 项羽的手臂 登时是血流如注 金天明见状 连忙点住 项羽伤口附近的穴道 血流登时见缓 江婆婆一旁 看金天明的点穴手法 是既快又准 锁点的穴位 更是奇特 嗯了一声 别嘴说道 哦 毛小子 还有这一手啊 婆婆今晚 可真是走了眼了 也罢 看来是找不着徐让了 婆婆就送你一程 说罢 不由金天明分说 身掌一推 将金天明和项羽 两人都送上了马背 金天明带着项羽 骑在马上 那江婆婆跑在旁边 却毫不落后 她将二人带到一条小河边上 便让金天明背着项羽 下了马 吩咐说道 过河向南步出山里 便有村落 沿着河水走 狼群便追不到你们了 快带你的朋友 去找大夫智商吧 说着 忽然将一张老脸 凑到金天明面前 抓起他领子 第一声警告 毛小子 咱们家儿个没碰过面 记着了 你要是胆敢向谁 多说了一句 哼哼哼哼 说罢转身 上马离开 金天明看着 他们离去的背影 只见那江婆婆 老太隆重 弯腰驼背 煞时又变回了 那个丑不堪言的老妈妈 烂泥巴也跟着 又变成了一只脖脚马 走没几步 便吐口大气 一人一马 见起了好大的水花 颠颠勃勃地去了 好啊 少青 你看这匹马 居然会演戏 就是啊 明明跑得比谁都快 平常还故意装掰咖 故意走路 慢慢吞吞 还让人家以为 他体力不好 没见过心机 这么重的马 长得又丑 名字又难听 真是一匹好马 啊 这个烂泥巴 聪明绝顶 深藏不露 而且是个好演员 实实在在的一匹好马呀 对喽 各位听众或许有所不知 咱们冯义刚先生 除了是个好演员之外 还是个爱马之人 哪里哪里 各位听众有所不知 咱们宋少青先生 除了是一位好演员之外 还是位马术教练 好说好说 我对马 的确是略知一二 像这个烂泥巴 聪明绝顶 深藏不露 而且是个好演员 实实在在是一匹好马呀 为什么这话听起来 有点耳熟啊 其实我本来就很多才多艺了 我还有很多本事 大家都不知道 对您聪明绝顶 我是 您深藏不露 我是 您是好演员 我是 您实实在在是个畜生 我是 我是个人 废话 你是人 要用这么大声来强调吗 学长 你把我搞糊涂了 你不要诧题嘛 快说今天明寒项语到哪去了 对对对对 他们已经抵达了齐国桂陵城 正要参加英雄大会 高岳呢 高岳就失踪了 项语明明知道高岳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不过心里难过 却知道惊天明一定是更难过 所以呢就一直安慰惊天明 说高岳啊一定是在桂陵城啊 跟他们会合了 那他们到了齐国桂陵城之后 有见到高岳吗 没有 桂陵城里头什么人都有 就是没有高岳 哎 有准备作战的士兵 有面带惊慌的旅客商人 有准备逃难的小孩妇女 因为再过不久 秦国的军队就要攻打过来了 正因为如此啊 所以也有许许多多江湖上的英雄好汉 都是要来参加英雄大会的 比方说 葛聂 就是惊天明的师父 葛兰 就是葛聂的女儿 端慕容 就是教了惊天明点血功夫的女神医 毛球 就是端慕容的师弟 会定身咒 不过不大灵光 还有刘弼 就是和惊天明 项羽一起长大的书生少年 怎么他也来了 你这什么语气啊 他何止来啊 他现在已经拜了儒家长教端慕敬德为师 正式成为儒家弟子了 哦 话说惊天明 项羽 来到了贵陵城 喊众人相见之后 不及互道别情 刘弼就连忙带着两人前往英雄大会的会场 来到一个三间相连的民社 那大门外 站着几个儒家弟子 其中一个长得是异常刚猛 嗓门极大 乃是端慕敬德门下四大弟子之一 排行第二 名叫七戒拙 刘弼一看 便立刻亲切的上前招呼 问道 七师兄 师父他老人家来了吗 还没呢 七戒拙摇摇头 见到站在刘弼身后的惊天明看项羽 看着两个年轻人衣衫褴褛 当下露出了怀疑的表情 问道 哎 这两位小兄弟 也是来参加英雄大会的吗 刘弼赶忙靠上前去 在七戒拙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 七戒拙一听 脸色顿时开朗起来 对惊天明看项羽两人频频点头 邀他们入内 这时 屋子里早已坐满了各路江湖人士 其中又以儒家弟子最为人多是重 个个是身穿白袍 头戴如金 腰间配有一把长剑 唯有儒家四大弟子杨宽文 七戒拙 邵广晴 谭直雀 在白袍之外 还细着一条黄色腰带 屋内虽有一百多个儒家弟子 却不曾听见他们发出一言半语 俨然是有条不问 青霄派掌门人赵南阳 素来在江湖上与葛涅齐名 人称北葛南照 这屋内正中央摆了四个主座 赵南阳便与葛涅共同坐于其上 另外两个座位的主人 却显然尚未抵达 惊天明远远看见了葛涅 正欲上前 却听得门口一名儒家弟子忽然高声喊道 天下第一见 葛涅葛大侠门下高途 此秦烈士荆轲之子 惊天明道 惊天明顿觉心头一沉 举步艰难 走到葛涅身边的距离 明明那么短 他却觉得像是走了几百年那么久 门外那名儒家弟子 接着又高声喊道 楚国世家 抗秦大将军 相庄之职 项羽到 项羽呵呵一笑 大摇大摆 毫不做作地走进屋内 在做一些经历过 秦楚五十万大军之战的人 纷纷站起来跟他致意呀 门外那名儒家弟子咳嗽两声 仿佛要吸引在场所有人注意似的 用比刚才还要高亢的声音 分外有精神的又大声喊道 高山阳旨 景情行旨 化人无数 得批八方 儒家掌教端木静得老爷子道 便看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 在十几个儒家弟子的搀扶之下 缓缓从门口走了进来 他那张充满皱纹的脸上 像是这辈子从来不曾有过笑容一般的 严肃至极 葛涅与赵南阳 见到端木静得走向主座 立刻站起身来迎接 屋内众人也都跟着纷纷站起 全场一片安静 却突然听见 屁 竟然有人偷笑 这一下众人无不恶然 大家寻神望去 只见屋子里头每个人都是站着 唯一有一个家伙 竟好整以暇地坐着喝茶 那人见大伙盯着他 不慌不忙地说 看我干什么 又不是我笑的 是他 众人随着他指去的方向一看 果然旁边还有一人 也是堂而皇之的坐着 脸上带着一股坏笑 这两人原来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 皆是圆脸粗眉 高头大马 正是令天下人士未知气节的名家弟子 谈不拢 马大声 喊说得透 马先行 但越门掌门人 朱旗立刻开口骂道 马大声 怎敢如此无力呀 那两兄弟互看一眼 当场便开始拿出他们的看家本事 一搭一唱了起来 呦 朱大掌门 好端端的 干嘛骂我兄弟啊 就是嘛 我才是马大声 他是马先行 是马先行笑的 又不是马大声笑的 就是啊 我是马先行 他是马大声 我笑的又不是他笑的 兄弟 你拉屎的时候不笑 撒尿的时候不笑 干嘛偏偏选在端木老爷子 进来的时候笑啊 因为我拉屎的时候不觉得好笑 撒尿的时候也不觉得好笑 偏偏就是在端木老爷子 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好笑啊 哦 这就奇怪了 我瞧端木老爷子 长得不怎么好笑啊 端木老爷子 长得不大好笑 但是门口唱鸣的小兄弟 在端木老爷子走进来的时候 说错话 所以好笑 嘿嘿嘿 是吗 那我瞧他说的挺好的 哪说错了 他刚刚说 端木老爷子 得批八方 错 应该是得批七方才对 得批七方 那 东南西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明明是八方 没错呀 怎么只剩下七方了 兄弟 我看你是自个儿糊涂了 这回算也算错 说也说错 消也消错 放屁 更是放到自个儿脸上去了 你胡说八道 我哪说错了 咱们 我问你 咱们二人 久居东南 八方里头 咱们便站去一方了 这事也不是 是 一点也不错 那我再问你 咱们在东南方 住了这么久 你可曾一丝一毫 感受过端木老爷子之德 没有 一点也没有 我可是一丝一毫 也不曾感受过 那就对了 由此可证 端木老爷子之德 没能批到咱们东南方 那这么一来 八方里头就去了一方 不就只剩七方了吗 马大声一拍额头 笑逐颜开地推着马先行 口中不住称赞道 有道理呀 有道理 八减一 确实就是七 咱兄弟说的真是 太有道理了 一百多个儒家子弟 听了半天 本来以为 这俩人说着说着 不过是抓了 唱名的小弟子 闹闹笑话 那也就罢了 没想到 马氏兄弟绕了一大圈 居然又转回来 嘲弄端木静德 是可忍孰不可忍 四大弟子杨宽文 七戒拙 邵广晴谭直雀 当下刷的一声抽出了长剑 占定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其他儒家弟子们也是各个支剑在手啊 顿时便将马大声和马先行团团围住 这两兄弟面面相去 一副果然放屁放到自己脸上的表情了 但是事已至此 也只得捞起搁在脚下的九尺钉耙跟月牙铲 背对着背 准备应战 眼看一场英雄大会还没开始 自己人就要先打起来了 各家掌门纷纷摇头叹气 都觉得这么一来 未免是出师不利啊 但眼看连德高望重的儒家长教 都能被马氏兄弟拿来胡说八道 一时之间谁也不敢轻易开口 来帮这两个头脑不清的兄弟打圆场 就在这一触即发之际 众多身穿白袍的儒家弟子当中 忽然走出一人不疾不虚地说道 众位哥哥暂请息怒 但听小弟一言 惊天明见到走出来这人 竟是刘碧 心中不禁好声压抑 咦 刘碧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胆量啊 他以前最怕在人前说话的 便听得刘碧说道 子曰 忠以修己 恕以至人 故能克己负礼 推己己己人 小弟想 什么叫忠 尽一己之力为天下人 就叫做忠 正如同众位今日来到此地 为抵抗暴秦之夜 共相胜举 便是 什么叫树 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把天下人都当作自己一样 是位之树 刘碧一指马大声 马先行两人又说道 如今这两位兄台来到此地 是位尽忠而来 虽然在言语上有所不端 但在大劫上却是分毫不差的 正所谓大劫不失 小劫不济 端木掌教 实时以人数之道教诲我们 又哪里会在乎这小小的得罪呢 还望众位哥哥们 以大劫为众 饶恕他们这一回吧 好好好 如此可教也 一直没发话的端木静德 以赞许的眼光看着刘碧说 数字之言 深得我心啊 小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刘碧恭敬地回答 先生在上 弟子刘碧 端木静德点点头 对大弟子杨宽文吩咐说道 宽文 从今天起 刘碧就和你们四个人并列 他年纪虽小 但对于我儒家精髓的道理 倒是有不少体悟啊 就这样 刘碧当场成为儒家五大弟子之一 排行第五 其他儒家弟子们收剑回鞘 皆对刘碧投于羡慕以极的眼光啊 至于那位 谭不拢 马大声 和另一位 说得透 马先行 当然是趁机就剑好就收 乖乖回坐 两张嘴巴从头到尾只用来喝茶 吃瓜子 整场英雄大会之间 竟是硬生生的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了 门口那位负责唱名的儒家弟子 先前被马氏兄弟拿来借故大作文章 早已经下得差点没昏倒在地上 这个时候见到门外又有人来了 深怕自己喊出来的话又要惹出事端 不禁擦了擦满头汗水 结结巴巴的说 微避这杂用填尚 《硬生宗帅》 墨家 陆枕浪 与其弟子 苏北海 方耕泪 花生江 杜令飞 秦赵等人到 好